當然我這邊有補充 又幫各位什麼重點節錄一下 所以你們可以在那個06、01裡面 開頭這邊我有講到有關這個Json 這個格式到底能做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格式出現 當然一般會用到比較多 還是程式跟程式之間做資料交換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有一個Json的檔案放在網路上 人家就可以自動去存取 然後就可以把它顯示 很多時候是手機APP有沒有 像比如說像什麼那個火車時刻表 你會發現火車時刻表你就在APP裡面搜尋 它其實有好幾個APP 都是可以達到查詢火車時刻表這樣的功能 可是你想說為什麼它一開啟的時候 它就會跟你講說它要重新去下載最新的資料 資料庫 其實它做什麼 其實有點像是台鐵 它就提供一個API 這個API的話實際上就是一個Json檔案 假設了我不確定 我們只要這個手機 只要APP打開的時候 我去Check一下 我這個版本是不是最新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再去把最新的API的版本下載 其他下載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把Json檔下載到APP裡面 然後再寫入到它的什麼呢 其實有時候也是類似像SQLite 很多手機也是用SQLite的資料庫 把它寫到SQLite資料庫 讓你做查詢功能 有沒有查詢 寫的話就是insert into 有沒有 然後查的話就是select 其實做法差不多 只是說是手機APP 那如果是網站也是一樣 網站有時候其實道理差不多 打開之後先寫資料庫 然後再做查詢 那做法的話通常 如果因為像我之前講過 如果你打開這個API或Json的話 其實最麻煩的地方就是這個大瓜糊 跟這個中瓜糊 有沒有 那其實可能慢慢還是要 各位要慢慢習慣一下 這種架構 你看到的時候慢慢 如果你可以很快的去解析它的話 那你就處理這些資料就不是問題了 但是如果你覺得這個有點障礙 我之前也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怎樣 Ctrl-A全選 C 複製 然後呢 我跟各位講到有一個叫什麼 就是格式化工具 這個叫Json Edit Online 那這個工具其實還蠻好用的 因為主要就是說 那個架構的資料 其實一般人要看不方便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資料 全部貼上去 那貼的方式的話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一樣Ctrl-A Ctrl-V貼上 不過貼的時候 你可能要一點時間 因為它會貼到那個網站上去 那最後你把它改成 本來是Ctrl對不對 你把它改成Tree Tree的話呢 就是它的樹狀圖 它就會出現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顆樹呢 裡面的話 相關 外面是大瓜糊 所以你就可以用什麼 外面如果大瓜糊的話 那你可以用字典去解析它 那打開之後呢 我們要的資料在哪裡呢 你可以打開 我要的資料是在Recourse 在這裡 所以呢 我可以再用GET的方法 把資料 取得 這個是它的Key 它的ID 叫Recourse 那我可以取得後面的資料 那後面的資料總共有78筆 78筆裡面的話又長什麼樣子 你可以把它再打開 你可以看到它一樣是大瓜糊 所以大瓜糊又是一個字典 那你就變成說 你要再把它放到字典裡面去解析 那如果我只要取得後面的資料的話 那就是可以用那個Values 後面的資料是Values 前面的話是Key 所以呢把後面的資料呢 取出來之後 那最後呢 上個禮拜好像我們就是把它 存成CSV 那這個程式的部分 基本上我是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裡 應該記得吧 我是把這一段程式 放在這裡 PM25 應該是雲端白板的第15頁 那基本上分成幾個步驟 第一個是 這個是下載 那網址就貼到這裡 有沒有 request.get 就是把剛剛的 這個資料有沒有 整個get下來 OK 所以get下來 就這一串 然後第二步的話呢 因為它裡面呢 外面是個大瓜糊 有沒有 大瓜糊 那特別注意喔 大瓜糊如果說你要解析的話 可以利用另外一個模組 叫jason 顧名思義嗎 jason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raw加s jasonraws 這個jasonraws的話 就可以幫我把網路上面的 這一串 這一堆資料有沒有 把它解析成一個字典 那我就給它一個名稱 叫DICDE好了 OK 那個字典的話就大瓜糊 可以放進來 那如果說我要取得request的話 那你就用get的方法 只取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就可以只取這個recourse 其他的資料就不用管它了 因為其他資料我不要 OK 所以你就可以 所以我們其實在做什麼 資料全部下載下來 但是不是我全部要 我要的資料在哪裡 我要的資料其實就是recourse 特別是 如果你要的資料是recourse的話 那你就是用get的方法 get的話實際上就是取得 這個是它的key 後面的資料 那裡面這邊顯示是107筆 那我們就把這個107筆的資料 通通抓到這個串列裡面 那這個串列裡面 假如說我最後顯示出來 是能夠長下方這個樣子 就是串列 只要串列 所以我不要這個字典 因為它裡面全部都一個字典 我如果只是希望 不要前面欄位名稱 只要後面的資料的話 那我就可以再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有一個方法 就是字典裡面有個方法 叫點values 我要後面的資料 點values 然後把它抓到這個前面的這個 這個list2裡面 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長這樣 OK 那這裡的話 我外面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外面我有包一個list 如果你沒有包這個list的話 你講說老師 為什麼要特別要包這個list 我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一個 我把這邊先註解掉 這些是串接的 我先不要串接 那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 你為什麼要 這邊要特別把它轉成串列 如果你假設不轉成串列的話呢 會變怎麼樣子 其實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把它執行的話 它出來的結果 一樣長得很像串列 但是前面會有一個開頭 叫什麼 Dict values 小瓜糊 也就是說呢 它的形態呢 還是字典 所以如果要把字典裡面的資料 轉換成純粹的串列的話 那記得 外面再包一個list 把它轉型一下 轉成真正的這個串列形態 然後再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得到的就是我們平常看到的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子 中瓜糊 那裡面的話 總共有四筆資料 OK 所以這邊總共 剛剛看到了 如果用JsonEdit裡面看到的結果 應該是有78筆 也就是底下的話 總共會有78個串列 那這個78個串列 我們假如說呢 我希望把它存成CSV的話 上禮拜有講過 就是它你可以給欄位名稱 然後呢 再把它串在一個S裡面 有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利用三行 這三行前面都有講過 存檔 叫PM25.CSV 然後write出去 把上面的S寫出去 到這個檔案物件 最後存檔 其實寫出去的話 其實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那我們就可以把網路上面的資料呢 幫我存成CSV 存檔 所以你會發現 存檔的話 也就是 存一個CSV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那我們在根部底下 就會有一個PM 應該是 按照日期排序一下 應該就有個PM25.CSV 這個 打開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會是 現在的PM2.5的數字 所以應該是 這個它沒有更新 這個是5月30的 OK 我把它 砍掉看看 這個應該會不會是舊的 我把這個砍掉一下 然後我們重新再讓它跑一下 日期好像是對的 不過它資料 會不會是網路上面的資料 是沒有更新的 這個連結資料會不會沒有更新 再跑一下 這5月30那沒錯 所以呢 存檔之後呢 也會存成這個CSV檔案 那假如說 我們要把上個禮拜的這個練習 改成用Pandas 幫我 存成什麼呢 存成Excel檔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 一樣的 這個把它移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說 我們要把這個CSV 存成Pandas的話 特別是喔 DataFrame裡面 我們剛剛講過 也就是說 需要DataFrame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的話 主要就是中間這個區塊 中間這個區塊 要是Data 所以這邊是Data 這邊的話是Index 上面這個是不要的 再來就是這一串 這個是Colens 這是Colens 這是Index 那可是要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想想看喔 如果我可以產生這個 產生這個 產生這個 產生這個資料的話 那理論上呢 在未給DataFrame 那我就可以用什麼 ToolExcel 直接可以把它存成Excel檔案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有沒有辦法喔 把這個 把這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 PM2.5的資料喔 由 第一個啦 先Chaston下載 已經 已經 存成CSV了 那如果說 我希望 存成Excel的話 欸 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當然呢 各位可以想想看喔 就是說 當然你可以 逐一逐一的思考 Data OK 如果你實在是 這個 不確定說要哪些資料的話 你甚至可以拿那個 剛剛那個範本 拿來做修改 可以 那我剛剛的那個程式嘛 如果各位 假設上個禮拜呢 你的程式沒有存到檔的話 那我剛剛的那一段程式 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下載是這一段 所以你可以先下載 Ctrl11 我剛剛的程式在這裡 第一段是這個 第一段是下載 那第二段的話 基本上就是在 這個框框裡面 這個框框 這個是第二段 所以你要CtrlC 這個是第二段 這個是下載 那這個是取 那個List2 所以你可以執行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 就List2了 那再來的話 其實轉CSV那一段 我們可以用Pandas來處理 所以喔 你們兩段 其實我剛剛做的 就是 其實就是貼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邊是第一段 這個頁數是在第16頁 這個第一段是下載 所以這個是1 然後2的話呢 就是去解析 這個字典的資料 這邊的話我們 主要是在第16頁的地方 所以兩個步驟 一個是下載 那一個是把它解析 Json 然後輸出成一個 串列List2 那如果你可以輸出成 串列List2之後的話 那後面的話 也就是思考一下 怎麼再把它轉成 那個Pandas可以用的那個Data Frame 所以這個是 我們用 這個Printer其實可以關掉 這個Printer 這個 就不用再輸出那個Json格式了 最後的話 執行的話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 78個List2的串列 一個一個串列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思考 這一行其實可以把它註解掉 這行可以註解 OK 然後呢 再思考 怎麼樣把這個串列 轉換成為Pandas 裡面要用的Data Frame 然後呢 轉換成Data Frame之後 就可以 存成Excel 這樣就完成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 好